新北市長侯友宜昨天特別到占地兩千三百多瓶的繫紙區農會休閒中心 參加各道活動 跟民眾體驗打鼓 推動食農教育 而共同喚起早期農村生活記憶 也在現場表揚了繫紙的資深農友 表達新北市府的感謝 新北市長侯友宜帶著斗笠頂著大太陽 跟著現場民眾一起體驗打鼓收到的農趣 接著到新修繕完畢的繫紙農會休閒中心視察 還特別簽到留下記號 這座結合綠色照顧站 銀法俱樂部及農事體驗的休閒中心 在今年三月啟用 當時後遺還特別到此 和民眾一起播種插秧 如今看到秧苗 都已經結出黃澄澄的稻穗 讓侯友宜十分滿意 在三月份到繫紙農會的休閒教育農場 來看同學貨種 插秧 今天總算看到 四個月以後就滿滿的收穫 最重要的 也來看我們休閒農場 不斷的從有殘善的耕作 有機農產產銷履歷 不斷的推銷我們新北市的農產品 現場也特別表揚了七位對在地農業長期貢獻的農民 後一回起小時候曾經體驗過種田的辛勞直呼真的好辛苦 有過過種 插過秧 其實蠻辛苦的 收到也說過一兩次 那真的很辛苦 後來我還是決定說好好把書練好 其實不是練書重要 是因為我們鄉下在那個時光裡面 那個農民真的很辛苦 所以今天頒給九十幾歲的農民 就是感念他們小時候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就是為這塊土地的耕耘是最大的辛苦 為了感謝農民的付出 新北市是全國唯一提供農民 長者免費減減的城市 更成立產銷班及家政班使農會營運穩定 推動產業升級要創造出農業轉型的新里程碑 這位記者綜合報導 我非常接著 繁榮